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和乙丹毕竟是表姐妹 我怎么会因为这个 就对她痛下毒手呢 既然如此 为何娘娘不想想办法 解开跟乙丹阁哥哥的嫌隙呢 因为乙丹动摇了柔家郡主的决心 她开始推脱不想帮我的忙 我便因此生乙丹的气 没想到 没过多久便听说乙丹失踪了 乙丹失踪之后 又过了半年 娘娘 有一天 我突然收到乙丹寄来的一封信 下去了 是 这才知道乙丹 躲到城郊五十里外的朴寿寺女 我本想抽空去找她 但那时宫里有很多事 我一直无法出行 又过了几个月 却传来乙丹的死血 姐姐 我和柔家听到乙丹的死讯 便相约去成天禅寺为乙丹祈福 可是没想到 柔家竟然要我收手 还说她要退出 于是我才跟她闹翻了 所以 娘娘之后便找上法佑方丈 来帮忙是吗 为了重振我家的生育 我只能这么做 可是乙丹的死 确实跟我无关 那么 乙丹阁阁寄给你信的事 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 皇贵妃娘娘 一直很关心乙丹阁阁的事情 所以 我便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她 韩香 吃饭就吃饭 别想东想西的 贝勒爷 你也是 多吃点吗 好 韩香 你到底在想什么呀 我是在想 当年乙丹阁阁 躲在朴树寺的事情 一定非常保密 否则要害她的人 也不用等她生下孩子后 才行凶杀人了 这么看起来的话 最早知道乙丹阁阁下落的 靳妃娘娘 应该是没有嫌疑了 对了 春主 你有什么想法呢 要我吃饭我行 要我动脑我可没办法 对了 韩香 对了 韩香 你还记不记得 皇贵妃娘娘曾经说过 为了太子殿下 会不惜一切代价 扫除所有障碍 对啊 我记得 方才靳妃娘娘说 皇贵妃娘娘 也知道乙丹阁阁的下落 看来 皇贵妃娘娘也有嫌疑 但是 就是不知道 她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 非要狠心杀了乙丹阁阁呢 动机 你们别问我啊 参见贝勒爷 免礼 谢贝勒爷 童司库 您怎么来了 我是特意来恭喜你们平安脱险的 其实我下午就来过了 可是你们不在 所以我又来了 我们大家现在都没事了 谢谢童司库的关心 韩香你听我说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小心啊 我知道了 是 春竹 吃饱了没有啊 吃饱了 吃饱了就跟我回司一库吧 搁那贝勒韩香 那我就跟托司库走了 春竹啊 以后我不在你的身边 你可得机灵点啊 千万不要再让有心的人 有机可乘了 不会注意的 那我们走吧 嗯 走了 葛太 刚才咱们说到 皇贵妃娘娘杀害乙丹阁阁的动机 你可有什么想法 如果皇贵妃娘娘 知道乙丹阁阁怀了皇上的孩子 这或许就能说通了 因为以皇贵妃娘娘的立场 多一个皇子 那么太子殿下的宝座 就多一份威胁 你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这样吧 明日我来宫里找你 我们再去问问皇贵妃娘娘如何 不用了 葛太贝勒 你的伤还没有养好 还是待在府上休息吧 至于皇贵妃娘娘那边 我会找机会去问她的 好吧 那你万事要小心 来 多吃一点 好 谢谢 逛什么御花园 都逛了多少遍了 今天天气很好啊 正好出来走走啊 太子殿下 卢塞有要事兵报 吐和琪 你没有看本宫和太子殿下 正在聊天吗 还不快退下 喳 等等 托和琪说不定有什么要事 你就听她说完嘛 太子 难得这两天皇阿玛 没有安排你办事 你答应过陪我的 是你自己答应我 若本太子愿意陪你逛御花园 你以后就不干涉我 我可陪你逛了一早上了 是啊 可是 好了 既然本太子照做了 你要履行承诺 以后不准干涉我的事了 托和琪 我们走 好 兔和琪 有什么事儿吗 你可以说了 太子殿下 柳瀚相说 案情有新的进展 方才他去南三所找您 您不在 现在 他应该是去了 黄贵妃的寝宫 说是去找恩 什么 什么 本宫万万没有想到 靖妃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 真是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啊 对了 韩湘 你一早来找本宫有什么事啊 你尽管说吧 奴婢想问的是 当年乙丹阁阁离家出走 躲在蒲寿寺待产 是否这件事情 皇贵妃娘娘早已知情 你竟然问本宫这种问题 快给我出去 这没你的事 韩湘在这里做什么 快给本宫滚出去 奴婢不明白 为什么奴婢提到这件事情 皇贵妃娘娘的反应 会如此激烈 谁不住口 你还有胆继续问 快给本宫滚出去 参见皇贵妃娘娘 韩湘 你怎么也不见我一伤 就自己过来了 奴婢去了南三所 不见太子殿下 所以就 叶仁 你来得正好 快把这个奴婢带出去 是 娘娘 娘娘 灵儿 照顾好娘娘 是啊 快走吧 娘娘 娘娘 太子殿下 您拉腾奴婢了 真对不住 对了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方才您为什么 不让奴婢继续问下去 难道您不觉得 皇贵妃娘娘 她的反应很反常吗 韩湘 你听我说 即便宫里每一个人 都有嫌疑 但皇贵妃娘娘 绝对不会涉案 太子殿下 奴婢正是对皇贵妃娘娘 有所疑虑 所以才会询问娘娘的 你就不要再追究了 皇贵妃娘娘 虽然不是本太子的 亲生额娘 但在本太子心中 她的地位 就跟亲生额娘 是一样的 我不相信 她会杀害乙丹哥哥 你以后不要再追究了 而且 也不要再去打扰 皇贵妃了 知道吗 可是 真相比什么都重要 太子殿下 奴婢斗胆 可否借太子殿下的 运用金牌一用 皇贵妃身体不适 方才你没有看见吗 奴婢参见太子殿下 有事吗 皇太后传韩湘过去 太子殿下 那韩湘先行告退 去吧 记得 今日之事千万不可再提 是 皇太后 皇太后 韩湘来了 韩湘 韩湘 皇太后 奴婢该死 忘了向皇太后请安了 还请皇太后恕罪 没事 起来 谢皇太后 你刚刚在想什么 想得这么入审哪 没什么 可能是最近办案 精神有些不济罢了 阿弥婢 阿弥婢本来有一件事要你去办 但是还是找别人去吧 你就留在宫里休息吧 没关系的 皇太后 皇太后有什么嘱托 就请交给韩湘去办好了 阿弥婢听说 隔太为了你受了伤 哀家很担心 所以想问问你 她的境况如何 昨天 隔太贝勒是来宫里找过韩湘 虽然 她已经可以下床走动 不过她的伤势 还是没有完全恢复 所以奴婢请隔太贝勒在府上 好好地休养 最近就不要来宫中办案了 那哀家就放心了 哀家还特地 为隔太准备了一些补品 原来皇太后是想让奴婢 把这些补品交给隔太贝勒呀 不过你最近查案子 我看你的精神也不好 那就不麻烦你了 皇太后 以后有什么事 就尽管交给韩湘去办好了 不过 最近韩湘办遇到了难题 也正想出宫去透透气呢 也好 那就交给你去办吧 不过有了上回的经验 哀家怕你会再遇到危险 还是让曹提督 多带几个人陪着你吧 韩湘多谢皇太后的关心 不过不用麻烦曹提督了 皇宫离王府的距离 也不是很远 韩湘会自己小心的 嗯 啊 加油 王霞 加油 王霞 好 loops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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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啊 韩湘 对吧 帮rak 这个 哎呀 刚才吓死我了 新人能在街上看见你 太开心了嘛 所以才想逗逗你 不要生我的气嘛 我现在可经不起这种玩笑的 你们怎么都来了 今天店里不忙啊 这个月啊 预警修房的生意很好 所以啊 容易在预警修房摆桌请客 吩咐我们三个 出来买点东西呢 难怪你这么开心 原来你这个好吃鬼啊 又可以大快朵鱼了 哎呀 你不要说我了嘛 刚好你也在这儿 就和我们一起去吧 容易要是看见你 一定非常高兴的 是啊 其实我也很想去的 不过我还有事情要办呢 哎呀 吃顿饭 又花不了多少时间 是啊 可是 哎呀 你不要可是了 哎呀 走啦 哎呀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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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勒爷 您的伤好些了没 好很多了 赵总管 阿玛这么急着找我 有什么事啊 啊 去了就知道了 来 咱们走吧 王爷 贝勒爷到了 阿玛 孩儿来了 赵总管 你下去吧 是 哦 泰儿 这位是妙金庵的惠慈师太 师太知道你受了伤 特地送来一本 用纯金粉荷胶抄写的 金刚经 金刚经 为你祈福 为你祈福 有劳师太 有劳师太 格太感激不尽 不必客气 不必客气 来 拿去 泰儿 不得无礼 你得跪接才行 阿玛 为何要我行这么大的礼 王爷 格太不用行大礼 不行 你对格太有恩 格太一定要跪接 泰儿 跪下 哦 好 拿着 多谢师太 快起来 不知道格太是不是在哪见过师太 我总觉得师太好生面熟啊 你还记得我吗 其实我也不是很肯定 隐隐约约好像对师太有点印象 格太 你小的时候 我们确实见过面 没想到 你现在 都长这么大 你阿玛把你养得可真好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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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太 以后 可千万不要再受伤了 否则你阿玛会心疼的 好 师太 来 大夫 他怎么样了 回王爷 会此事态因为风寒 加上路程劳累 所以体力透支 身体虚弱 必须要好好调养 但只要吃几副药便会好 王爷请不必过于担心 赵总管 快派人随大夫去拿药 是 请 阿玛 方才惠慈师太说 我小的时候曾经跟她见过面 虽然我觉得师太面熟 但是却想不起来 到底是在哪里见过 不过 师太看我的眼神 让孩子觉得好亲情 阿玛 师太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我见阿玛您 好像对她也很尊重 太儿 既然你已经长大了 有件事也该让你知道了 小姐 我的天哪 我算是在哪里 但我不是要 年 wenn 日本人 多大人 你不能只认识 那现在 你是不是要 今里 您是不是要告诉孩儿 惠慈师太的事吗 为什么到孩儿的房间来 这桌子上面摆的 都是孩儿每年生辰 阿玛送给孩儿的佛像 法器 这些祈福之物 全部都是慧慈师太宋的 没错 你自小体弱多病 即便我寻遍名医也无法根治 直到有一年 我带着你去寻名医 却又无功而返 回家的路上 刚巧遇上慧慈师太 在路上化缘 来 坐 施主请留步 谢谢 师太坚已有缘 所以赠入一条繁文昼人项链 说也神奇 你戴上这条项链以后 身体真的渐渐强健起来 我抓住你 过来 抓住你了 你看你 跑得满头大汗的 在一次和你玩耍的时候 才发现链坠里头居然藏有佛骨舌粒 师庆的经过就是这样 原来如此 不过 若只是为了这样的约目 惠慈师太为什么每年都要赠送孩儿生辰礼物呢 不会只是因为孩儿与佛有缘这么简单吧 当然不是 我为了赶年惠慈师太的帮助 不忍他只身在外单靠画园为首 就捐钱盖了妙境庵 让师太担任主持 施主捐赠了这所妙境庵 让老农友欺身之所 真是感激不尽 客气了 师太为了报答我 就继续帮你祈福 并在每年你生辰的时候 都会派人送来祝福的礼物 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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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 太臣贵 来 来 太儿 你看 阿嬷叫你念弥陀药节 你看 所以这些年来 你收到的佛像 佛经 转经轮 金刚锄等法器 都是惠慈师太送的 既然惠慈师太每年都派人 把生辰礼物交给孩儿 那为什么今年要亲自送来呢 这么多年来 威兹师太都很关心你 对你的感情也有所不同 这次他听说你受伤的事 特意专程来探望 没想到在路上 竟然染上风寒 再加上舟车劳顿 就病倒了 原来是这样 阿嬷 这次柴儿多疑了 不好意思 没关系 你已经知道了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那就让惠慈师太好好休养 如果没什么要紧的事 千万不要去打扰他 是 准美 参见贝勒爷 不是刚刚才吃过饭 你又送汤去哪里 赵总管说王爷有交代 让奴婢熬着补药 送给惠慈师太补补身子 补药交给我 我拿去好了 可是 别可是了 你去忙吧 是 贝勒爷 是 贝勒爷 师太人 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照顾 太儿 太儿 额娘对不起你啊 师太 您 您说什么 太儿 赵总管 我吩咐你熬的补药 熬好了没有 你已经吩咐出没熬来 差不多该端上来的 好 好 赵总管 你是怎么教人做事的 把补药放在这儿人就走了 是 奴才管教不放 奴才会好好教训他 你上去吧 是 是 把你吵醒了 对不起啊 没关系 好 我去拿不药汤 好 这补药对身体很好 你趁着喝吧 你 妈妈居然亲自为慧慈师太喝药 难道 方才慧慈师太说她是我额娘 是真的 太苦了 喝不下去 喝了病才会好啊 多喝几口 不喝了 八官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等格太成亲之后 你才能来找他 你这么冲动 会惹来麻烦的 哥哥 你怎么能怪我呢 我一听到 太儿被捅了一刀 我心里急得不得了 我食不下咽 睡不安枕 哪能顾得了那么多 八官 我不是要怪你 你还说 我要你把太儿照顾好 你也答应过 可是 你怎么能让他受这么重的伤 我这个大额娘呢 不能陪着他长大也就罢了 就连他差点丢了性命 我也是最后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这心里有多么难受啊 马果尔 你不要怪哥哥 这次真的是个意外 我自从答应你收养阁胎之后 对他的照顾 比我今生的八卜 博海 还要好上千倍 万倍啊 阿玛 你们说的都是真的 他 这是我额娘 米婶 韩湘 有空的话 可要多回来探望我们 对啊 韩湘 你回来 不止要和我们吃饭聊天 还要回来帮我们指导一下 明年广褚司的争选 寅锦绣坊定有胜算 好 我回宫之后啊 也得加紧练习 不然到时候 被你们都给赶上了 你啊 也要多保重身体 你看看你 都瘦了一圈了 蓉姨 我知道了 时候不早了 我得赶紧回宫了 去吧 路上小心啊 你们说啊 阿玛 慧慈师太 她真的是我老娘 那拔布和渤海说的 孩儿是阿玛您收养的 都是真的 泰儿 你既然还叫我阿玛 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跑来打扰师太休息 为什么你们要一起 来骗我 泰儿 阿玛不是要骗你 你想骗我到什么时候 泰儿 你听我说 你别怕我 我不想听 我什么都不想听 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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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玛 你让她冷静一下 我不放心她 你放开我 阿玛 泰儿 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的 听我的 等到回来再跟他说清楚 我要去找他 我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 我得跟着看着他才行 你放开我 满滚 王爷 王爷 发生什么事了 我刚才听到了吵闹声 看到你又跑出来了 我就赶过来了 没事 你下去吧 是 是 葛太 葛太 你怎么了 葛太 你不要这样吗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快说话呀 你只有说出来 我们才能一起想办法解决呀 没有用的 这件事情 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我刚刚才知道 原来我不少阿玛亲生的 我是她收养的 那你可知道 你亲娘是谁呀 我好恨 我好恨 他们为什么要骗我 让我从小 被拔捕渤海当作笑变 原来拔捕渤海他们早就知道我的身世 说明 说明 整个王府就我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是 葛太 我痛恨这些话 我痛恨尼姑 我痛恨他吗 我痛恨 尼姑 难道葛太 是指我们俩在尼姑庵出生 尼姑没能保护好额娘 才因此痛恨尼姑 这么说来 岂不确定了我跟葛太 真是乱生兄妹 葛太 那你可知道 你是否还有什么亲兄弟姐妹啊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自己是个没有人要的孩子 是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 你不要这样说 也许你的亲生 爹娘 他们有什么苦衷呢 不管是什么苦衷 说到底 我就是被人抛弃的 我不会原谅他们 我绝对不会原谅他们 葛太 太儿 额娘不是故意的 额娘没有不要你 太儿 我 嗯 哥太贝勒 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走吧 咱们回去吧 回去再说 好 好 啊 好 啊 韩湘 如果我一无所有 如果我不再是贝勒爷 你还会不会喜欢我 韩湘 总是我失去一切 只要还有你在我身边 我就很满足了 葛太 你不要这样 韩湘 你怎么了 我之前 已经告诉过贝勒爷 我只是把你当做好朋友 还请贝勒爷 可以以礼相待 不是这样的 韩湘 你真的只当我是好朋友 对 如果贝勒爷 还要对韩湘 有什么非分之想的话 那我们之间 就是朋友都做不成了 我不明白 这些日子我和你一起办案 我们相处得点点滴滴 又算什么呢 难道这一切 都是我的最多情 你今天不是还特地带补品来看我吗 韩湘 你看着我 你告诉我 你对我绝对不只是朋友之情 是不是 这些补品 是黄太后 让我拿来送给你的 这些补品 至于这段时间 我会跟你特别友好 那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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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因为你曾经救过我的命 对我有恩 那是因为你曾经救过我的命 对我有恩 对我有恩 如果因此 让你对我有了误会 我愿意向你道歉 对不起 韩湘 韩湘对贝勒爷 真的什么想法都没有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我已经付出了我所有的感情 毫无保留的全都给了你柳韩湘 你现在竟然跟我说 是我误会了你的意思 为什么 为什么连你也跟他们一样 根根都要骗我 我没有骗你 好 那你就证明给我看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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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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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他怪咱们欺骗了他 你说现在怎么办 你别想那么多 我会找机会跟哥太说清楚的 我不会让他怨恨你的 他就是怨恨我也是应该的 只是 但是 我怕太儿以后 再也不理我了 哥太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 他一定会明白你的苦衷 不会怪你的 听话 快躺下休息 或许等你醒来 哥太就回来了 来 听话 再睡一会儿 好 来 好 韩湘姑娘 你全身都湿了 怎么不打伞呢 韩湘姑娘 韩湘姑娘 韩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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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佟司库 韩湘 佟司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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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